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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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六系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的是天梯觀戰 那我們今天帶來的比賽呢是英格蘭 出戰蒙古的一場對戰 那蒙古這些選手應該各位也非常熟悉的 就是離諾克 韓國的前星海選手 丁海二選手 那我也不知道他現在有沒有在打星海二 我看起來是沒有了因為我每次看他直播都在玩世紀四 我覺得應該就跳過來了吧 其實蠻多星海二的選手都選擇投靠這個 世紀四嗎因為 暴雪的情況你們也知道 然後 那那個星海二現在 也沒什麼下文的 所以比賽什麼的也相對的比較少一點的 那總之蠻多星海二的選手也都跳到 四代 不過反正競技圈 本來就中 RTS競技圈本來就很小眾了 所以 就是這樣子 好吧那這場對戰的是這個 VNS庫喔 那在 我們右下角這裡 那現在英格蘭勝率也是天梯上數一數二高的 因為他攻守兼備 我之前就有講過 第二季我就講過了 攻守兼備 可以打大招自己也可以擋大招 原因就是他的村民可以做攻擊 這對他前期擋一些奇怪的大招的時候也可以用的到 然後包含他一開始的議會廳地標 好去升那個長弓兵速度也非常的快 而且長弓兵有一點射程的優勢 就是比其其他弓箭手多了一點射程 非常好 那這一季的蒙古也算是蠻 不知道現在天梯就是蒙古勝率還蠻高的 奇怪過一個版本而已對不對 有可能是 一些 小小的改動下的交互作用 我不確定 總之現在蒙古 天梯勝率已經沒有像第二季那麼 那麼差 但說差嗎 現在 四代的勝率各家其實差不多 除了現在的馬力 我一開始我們來說這個馬力好像很OP 結果 你看現在馬力看起來 被針對之後 其實發現馬力的一些缺陷是蠻多的 我們還是期待這個馬力有人可以把他開發起來 不過現在馬力的勝率確實是蠻慘的 好啦 我們就專注這樣比賽吧 那 英格蘭這場開局的話 是一個很簡單的開局 這應該是一個速身風的一個開局 這邊村民帶到的是九隻 三個彩虹精 然後九個去 採這個食物 然後在這邊再開了一個魔方 開魔方 看一下英格蘭這邊有在採紅精 然後 有可能會 那不蓋 呵 我想說他這時候造魔方是想要拉那個手推車嗎 因為其實他沒有先採木頭也不太可能蓋農田 所以我不太我剛才想說他蓋魔方到底要幹嘛 果然是放棄了 轉而開先改這個法木場 因為等一下 四百兩百就直接下那個議會廳 那蒙古的話現在 看一下 蒙古開局蠻多變的 這一季我也玩了一下蒙古 就稍微練了一下 我覺得蒙古玩起來 還蠻適合偷就是懶的人 因為蒙古要注意的事情其實沒有到那麼多 大家會覺得蒙古操作起來很困難 其實習慣就好 因為蒙古不用造牆壁嗎 然後工程所你也可以不用造 就是 比較前期的時候工程器製造所不造 你也可以直接戳這個工程兵器 然後他又可以隨意的移動 不用管大型劍塔也不用管城牆 防守起來算是也不用防守 反正就是進攻就對了 非常適合進攻型的玩家 我覺得蒙古玩起來 這一季還還算是 小有順手 那利諾特這邊開局的話 選擇是已經先下了一個牧場 這意味著他前期的早期進攻 就是不會有什麼動作 原牧場要150的木頭 也是說他這時候開牧場的話 確保是他揚之的經濟效益 那當然這張地圖叫做什麼 阿爾泰 阿爾泰的特性是兩邊都有高山嗎 那其實這張地圖對蒙古來講 並不是一個非常好打的地圖 因為攻擊的面向太少了 而且很容易被封牆壁 這張地圖我們之前也看過 蒙古對上中國的那場比賽嗎 這邊蠻容易就被封牆壁 然後讓蒙古只能強迫打正面 就不像一些什麼乾燥阿拉伯之類的 他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做進攻 這時候 升風的時候 蒙古選擇的是非常常見的鹿石 他就沒有選擇影子樹了 這個時間點上一個馬舊 沒意外 應該等一下會升那個騎手 升騎手去解掠這個英格蘭 英格蘭這邊應該也是雙TC 一樣阿再講一下 雙TC現在350的石頭 雖然稍微的貴了50 建造時間也比較長 但他依然是現在對戰的一個主流 雙TC不可能是一個 會被捨棄掉了 因為終究你要讓比賽好看的話 你官方去砍雙TC的打法是有點不明智阿 你不希望這遊戲從頭到尾就只有快攻 因為快攻會讓這種戰略遊戲看起來非常難看 大家看到這裡蒙古出了兩隻 找來騎手 我同時也是被英格蘭看到 OK 兩邊都進到了封建時代 然後看一下那個 英格蘭這邊是 呀就一樣在 食物掉了是九個 九個在吃羊 稍微升了一些長攻兵抵禦對手可能進來的起手進攻 那有沒有升那個軍銀呢 或許可以不用升軍銀啦 因為英格蘭防守能力其實蠻強的 尤其他的那個試刃中心喔你看 這個試刃中心一次射兩根劍 其實殺傷力是蠻強的 蒙古要 騷擾的成效應該是不高 再者啦 英格蘭的村民會射箭 所以其實騎手 要騷擾村民的效益真的蠻差的 英格蘭真的是很難被騷擾 你們直接再出兩條騎手 利用都是影響力去製造 不要忘記這個蒙古他有影響力 千萬要記得去用影響力造一些你要的東西 那當然啦 你如果全部都拿去造兵的話 你會發現你之後要生科技會 沒有那個影響力 就是沒有石頭可以用 所以你自己還是要注意一下 你玩蒙古的時候 不要把那個石頭全部耗光 除非你就是要確定 你不會再生任何需要影響力的科技 這邊英格蘭已經是開下第二個TC了 那應該也是很難阻止喔 英格蘭要開礦很難阻止他 他試刃中心一靠近就點燃那個城堡網路 然後又加上常攻兵的防守 村民兩邊是一樣的 因為英格蘭還沒有開上第二個TC 蒙古這邊的話應該也是要打 直接上城堡的套路嗎 因為蒙古不可能 不太可能在第二十代升雙TC 然後就 會太慢了 因為蒙古第二個TC要900的木頭 他相比其他文明來講還要再多200資源 那時候 木頭跟這個石頭加起來 就是應該其他文明要木頭跟石頭嗎 阿阿 這樣子有比較有比較虧嗎 其實算是算是有比較虧 因為蒙古900資源 四代每個資源其實好像 都算1比1比1比1吧 1比1比沒有沒有什麼比較珍貴的就是 採集速度我記得好像都都一樣 不是都一樣啊 就是筆值都是在四代裡面筆值都是計算一樣 所以其實蒙古要 要照第二個TC他有900木 他那個資源消耗是蠻大的 你先蓋那個 蠻拖自己的節奏 好啦蒙古這邊繞了幾個 六個騎手過來看一下 英格蘭這裡 有沒有在採這個 黃金可以騷擾 欸沒有 沒關係可以燒建築 但蒙古在這個時間點 截略建築 大概也沒什麼效益 而且你看英格蘭這個常攻兵在家裡防守的 效果是非常好 你看到蒙古在這邊下 哨戰 之前點有點偏晚的啊 這其實這個下這個哨戰意義到不是太大 因為已經到 這個階段了 兩邊兵應該都蠻多的 通常蒙古下塔的 階段都是黑暗 黑暗那時候就可以差不多 往前去造這個哨戰去騷擾 這邊已經被英格蘭看到了 所以 英格蘭家裡的軍隊也不少啦 那這個哨戰能幹嘛呢 下面蒙古也是持續的繞這個騎手過來燒建築 不過看起來應該沒什麼成效 蒙古很快就拉上了草原防衛據點了 這個放在黃金旁邊可以加百分之五十的黃金存放 首選 那就看 英格蘭下一階 城堡時代要選什麼地標吧 王宮跟白塔我覺得都是不錯的啦 因為王宮的話可以等於是有三PC嗎 那一下白塔的話可以卡在這種位置你看 這種位置就很棒 那有視野遮蔽 所以也不 龍骨要拆也不容易 而且白塔又可以當作 英格蘭城堡啦 英格蘭城堡其實就可以當作 多有軍事生產的建築 可以非常泛用 又有一定的防守能力 畢竟也是一個大型建塔存在 維修也只需要 我記得 需要什麼 只要木頭而已 因為他是白塔他是地標 那前期的進攻 看起來蒙古這邊是沒有到 很順利喔 那邊燒掉了一些房子 不過沒什麼差 而且英格蘭沒有要維修這個 旁邊的房子要直接燒回了 村民數的話 英格蘭當然是比較高 四十二對三十二的 村民數的差距 軍隊只要看一下 英格蘭軍隊還是蠻多的 以長就長攻兵 配長攻兵的一個組合 現在 蒙古就一開始的 起手 繼續做 做攻擊而已 而且 這邊被抓到村民了 那抓掉 英格蘭進攻也是記得要推少戰 反正就 派一兩個村民到前線造少戰 把那個 城堡網路突出出 讓對手在進攻你的時候 你的 所有的軍事單位 都可以增加攻擊能力 蒙古這邊還是打一個騷擾為主 主要是要拖住英格蘭節奏 就不要讓英格蘭那麼快出門 因為他現在英格蘭經濟比較好 蒙古還需要一點時間發展 尤其他現在應該是直接要拼那個 看一下 看一下 蒙古這邊感覺還是在拼經濟 那 前線就是 利用他的機動力去拖住對手 我也說過 蒙古 就是打一個 主力進攻 不要 做防守 對蒙古來講是比較吃虧的 剩了兩個長矛棋 金馬出場 這邊直接要繞後面 不過英格蘭已經是不好防禦了 所有進出入口都已經拉上了木牆 這裡會 讓蒙古不太好 做迂迴了 金馬進來應該也沒辦法做什麼事情 而且 這種 阿爾泰這張地圖樹林都是一塊一塊 中間窄口非常的多 這對弓箭手是一個非常有利的一個地形 金馬進來 長弓兵防守 而且有非常多的堅韌長槍兵 這些長矛棋 大概沒辦法做什麼事情 而且沒路囉 死路一條 來趕快回去 蒙古這裡 木頭已經累積到五百多了 但你可以看到他也不能直接就 新的 就是生他的生中心 他也不可能木頭都不做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 經濟發展上 蒙古這邊就比較脆弱了一點 只有39村 然後英格蘭已經是53村了 而且 謝謝 看下英格蘭 英格蘭這裡 還沒升第三時代 蒙古是生的比較早 但其實現在蒙古 軍隊數量不高 就雖然他現在有時代優勢 但他起手也沒在往上升 對阿 騎手還沒升老練 只有兩顆而已 我想說奇怪 都過這麼久 他還沒升 這樣對嗎 確實是對的 蒙古到現在還沒升 他只有先升長矛棋而已 那城堡單位現在只用到長矛棋 就是金馬 那其實效益上就沒有那麼多 因為數量差距太大了 然後英格蘭又有經濟優勢 所以現在英格蘭只要防手術的話 蒙古這邊就會有點 不太好進攻 而且旁邊都防手術 但身上第三時代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先去搬地圖上的聖物 所以看到蒙古這邊是蓋下祈禱帳篷 可以升薩滿開始在地圖上偷這個聖物 那同時也 終於累積到九百木頭造下了第二個 私人中心 蒙古在這個時間點可以開始 追村民 那不能說追村民 就是不要讓村民差距再擴大 但這裡薩滿直接抓到了 完全來不及了 被英格蘭發現班遺跡的意圖 就別想要出去 那看起來 英格蘭這邊選擇的是王公上第三時代 這等於就是市政中心 英格蘭的地標比較無聊 除了議會議會廳 這個可以讓那個長公兵的製造速度 是加一百趴 就是兩倍殘忍之外 現在就等於是兩個射箭場 剩下就是英格蘭其實蠻簡單的 他系統就是取代掉某一個建築 而且功能基本是一樣的 王公就是取代市政中心功能一樣 那白塔就取代掉大型建塔 然後功能也是一樣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運營的話 英格蘭是蠻推薦第三時代 你可以去上王公 讓你的經濟可以再飛升 那當然你像我一樣比較喜歡進攻 的話我會選擇白塔比較多 白塔我就會下在這個位置 然後開始出單位做進攻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雙TC 3TC我比較少去使用 不然就看情況 因為打蒙古的話 我覺得雙3TC 就有點暴力 那這場蒙古 提早升到城堡時代 但 他的太就路徑不多 你看這個進攻的效益 真的是不太好 中甲步兵這時候往前 三個中甲步兵 後面還有跟上 一隻 然後還有一些金馬 你不要小看這些中甲步兵 這個數量其實也算是 這些 封建時代的長槍兵 是打不過的 你不要小看這個 城堡時代的中甲單位 他打封建的五中甲單位 打起來還是蠻愜意的 哦這個部隊這麼多打得過嗎 其實是打得過的 只是 英格蘭軍隊確實是蠻多的 你這個英格拉托 也不會托出什麼好處 那蒙古也沒辦法 找到有機會去做迂迴進攻 英格蘭四周圍都 防守的蠻好的 英格蘭真的是 攻守兼備 非常難打啊 村民的話英格蘭依然領先嘛 七十二村對蒙古 現在只有四十九村多 在蒙古有草原防衛據點 他的黃金產能 應該也不差啦 實際上蒙古 啊這邊採集應該也還好 不過 因為蒙古只能靠那個牧場的關係 對 他這邊擠也滿擠也滿滿的村民 然後在家裡戳了一個投資車 因為看到英格蘭這邊是長工兵配 長工兵的組合 投資車確實在這個時候是 蠻不錯的解放 兩邊軍隊價值目前是差不多的 不過經濟部分 英格蘭這邊就好的非常的多 看一下英格蘭 目前家裡的 建設 四軍營跟四射建廠 加上議會廳就是六射建廠 那蒙古的話 軍事建築現在比較偏爽 畢竟急著上城堡 就是先上城堡 你先造這些 黃金單位 裝甲單位 私援號的會比較多 自然 你的部隊數量就不會多 這很正常 敖包這時候也是遷移到左邊來的 然後這時候 蒙古玩家其實 蠻少會直接把 所有建築都移過去 大概你只會把鐵匠鋪 新蓋的建築 選擇蓋在這種地方 因為你這時候在把所有建築拆包 移過去 敖包是為了要吃一些 建造加成的話 其實他們還蠻傷自己的產能的 但是通常 不太會選擇 把那個敖包移過去 就是把那個建築移到敖包 敖包旁邊 除非石頭很近 例如像這邊 例如像這邊踩完 你就換到這邊來 那當然你可以稍微移一下 可是像這種地方實在太遠 蒙古拉了一個薩滿過來 這邊遇到一隻赤口 因為聖地又被踩回去了 英格蘭也是在伺機而動 兩邊分數目前差不多 因為都還沒做第一波大型的交戰 那英格蘭也是控制了右半邊這裡 準備封牆壁 那就看蒙古拉 因為蒙古現在不能封牆 在阿爾泰這張地圖真的是蠻吃虧的 反正面對窄口 對於蒙古這種文明 能打遊擊戰的文明 就都不是一個好地圖 相對都比較難打 你就不能封牆嗎 阿對手就可以從那邊走進來 因為像阿爾泰重要資源 其實像黃金什麼的 在右邊這兩邊也都 左右兩邊也都有分布 所以 你一般文明你封牆壁 可以確保對手不會來搶自己的聖地 然後也可以至少封住一些黃金資源 那像蒙古就沒辦法 他只能在那邊見邵戰阿 因為蒙古滿常就是見到處都是邵戰的 不是蒙古很喜歡用邵戰搞人怎麼樣 因為蒙古就只有邵戰可以招 所以蒙古很容易生 比較快速的方案就是見邵戰 然後造這個弩炮炮台 雖然他有125的石頭 但效益不錯 所以通常幾步就會造一個崗燒 讓蒙古邊推進有移動速度加成的效果之外 所以 母炮也可以讓對手手量部隊不敢去做一個拆除 因為會花蠻多成本 蒙古這邊左右前 正前方跟右邊都分了一些部隊 那這邊在燒牆壁 要馬上被英格蘭從後面補上 這個要拆掉也不容易 英格蘭拍了手量的部隊 過來左路的聖地干擾蒙古的聖地 沒有讓你爽爽的過日子 草原防衛據點的話 倒是一定會移動啦 因為他就是移到黃金礦旁邊然後再做採收 聖物控制我看一下 聖物的話蒙古控制比較多 已經控制了四個聖物了 英格蘭這邊只有控制了一個 但整體經濟而言英格蘭還是比較強的 92村對蒙古的70村 分數依然沒有拉得很開 還沒有做交火 那就看什麼時候 兩邊要準備做第一波交戰 因為蒙古這邊就是極力的要找破口 去把英格蘭的經濟打殘 但是 全線的 木門都封得蠻好的 沒什麼太大的機會 而且英格蘭也有防守 他也不是說在家裡完全 只專注前方什麼的 到處都有在做防守 那這邊的話看到牽引式投石車已經出場了 這邊大型箭塔等下就會被 牽引式投石機攻擊 同時這邊 投石車 差兩滴血 可以 被點掉了 投石車攻擊 那 英格蘭這邊有非常多的弩兵 蒙古這邊是裝甲步兵為主的一個前線 這邊被弩兵射的話 死傷還是非常的快 那我之前其實有說錯 那個 投石車並不是所有投石車在第三季被加一點射程 只有前影式投石機而已 稍微看路修正一下 OK 這正面的話看到蒙古有兩座少站在這邊 你不要小看這少站 攻擊一座塔我記得攻擊也有40點吧 40點也是蠻痛的 而且距離非常的遠 你看在這個地方就射得到了 那這代表說蒙古這些裝甲部隊在後方 其實只要防守住的話 慢慢把消耗這個幾個少站 是可以幫蒙古爭取不少輸出的 那當然英格蘭這邊也有很多的長槍兵在做 中路跟右路的兩線推進 那一看右邊這邊有不少軍隊 蒙古決定往前進攻 看到英格蘭這邊的軍隊都已經非常殘血 數量金馬一波直接衝進來 兩邊攻防跟資源科技經濟部分都差不多 沒有差到非常大 差到一個 一個 沒有差多少 兩邊都差不多 該拉的都有在拉的 然後蒙古這邊是有拉上的那個 日華輪軸 讓自己的攻擊兵器進攻速度 推進的速度比較快一點 移動速度增加 那英格蘭這邊是繞了幾隻 14隻的長槍兵 要從右路迂迴過去 那這邊蒙古是沒有注意到的 因為蒙古在右邊並沒有控制視野 其實可以在右邊控制哨戰 如果你有空的話 派一個村民過來控制一個哨戰 其實對你蒙古防守來講是還蠻有幫助的 如果你沒有看到這些部隊過來 你的反應又不夠快 你有很可能 很可能你在前面打的時候你家裡就失火了 非常危險 那現在千里士投機的攻擊射程是14 上一版本是13阿 大型劍塔蓋這個位置其實還是蠻反的 我先說一下 他這邊是因為有蓋那個哨戰 控制在這個位置 所以他可以穿透樹林勉強看到這個大型劍塔 不然正常你沒有蓋這個哨戰的話 你大型劍塔在這裡 你看不到他 後方英格蘭的長槍兵已經是直接出現了 一個突襲戰 不過就是長槍兵而已啦 你看蒙古家中也有一些哨戰在防守 然後村民一收進四人中心 其實這些長槍兵 騷擾的成效是比較差的 那 所以其實一般騷擾還是會派一些金馬 或是騎手去騷擾的原因就在這邊 因為長槍的遠防並不高 他被射擊還是蠻痛的 那蒙古正面也是給足了英格蘭壓力 蒙古正面是領先喔 6200分對5600分 三台青銀式投石車加上青頭的組合 然後軍隊價值蒙古這邊也是有12000分 前線這兩個投石車 英格蘭這邊有點吃不消 英格蘭不考慮出點母套嗎 英格蘭決定用他的當家前線 大家就說這個 英格蘭怎麼都出中甲步兵 因為英格蘭中甲步兵也很強 主要是防禦很硬 可以當一個不錯的肉盾 但前提就是如果對手不出 不出母兵的話 其實數量還是有點太大的落差 後面這長槍兵也只能稍稍小房子洩恨 但重點是正面的蒙古這裡 看起來是有打贏英格蘭後方的軍隊 但這些弩兵消耗蒙古的裝甲單位 還是消耗的蠻嚴重的 後方進攻的同時 前方前方進攻同時後方這邊長槍兵也是往前做推進 但誠如我剛剛所說的 這長槍兵的騷擾效益是不好的 這邊蒙古開進了一匹金馬過來騷擾英格蘭的村民 但英格蘭家中的城堡網路發揮了奇效 防守效益非常的好 這邊進來的金馬殺幾隻村民 23隻村民目前 英格蘭的村民依然是遙遙領先了一百多隻 這邊金馬持續操作騷擾英格蘭家中的農田 尤其現在英格蘭已經是進到第四十代了 這要是圈地拉起來的話 他的農田還可以額外產生黃金 其實效益還蠻好的 我記得一圈產生的效益還蠻高的 每秒產生3.5的黃金 一塊有八個你們就算一下 我記得一個魔方的效益好像等於之前版本的一個聖物的效益 我現在不想算了 反正你去算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圈地還不錯 到帝王之代的時候 蒙古這邊正面直接突穿 英格蘭正面現在軍隊數量夠嗎 有一些長江兵在前面後方的弩兵還是不斷的在輸出 主要是蒙古的工程器現在三台前影士頭車在後方不斷的拆英格蘭的經濟建築 這把讓英格蘭的經濟開始往下降 因為村民術現在也慢慢的追上了 我看一下蒙古這邊 TC依然是兩盒 但是停介了自己到 英格蘭家裡騷擾的金馬殺了英格蘭不少村民的關係 現在村民是差不多要翻平 這一波蒙古的進攻是非常的強勢 不過英格蘭這邊後方都有精銳弩兵了 第四時代的兵出來了 你看精銳裝甲跟精銳弩兵 這邊撥出來之後 蒙古這邊差的一個時代卡是打不太過了 要被消耗掉了 剛剛軍隊數量還比較多 可是贏了一個時代的兵種 前線這邊已經頂不住了 這邊還在 這個聖地這個赤猴從頭活到尾 還在搞 哇這工程兵器現在沒有人照顧了 怎麼辦 拉進來拉到少戰的範圍之內 但還是有幾台工程器遭遇毒手 沒有辦法全部拯救到 不過還好啦 大部分都有拉回來 投資車也保存了不少 蒙古前線拉下了大量的少戰要打一個陣地推進了 因為自己蒙古這邊比較難以防守 而且自己主力部隊都死掉之後 需要一些少戰來拖延英格蘭的進攻 英格蘭這邊第四時代兵種 已經都全部上場了 英格蘭這邊也在偷偷推了一個少戰在左方這邊 英格蘭的TC依然是比較多 所以村民還是有124個 那蒙古這邊 他現在唯一能選的也只能打正面拉 打側翼兩邊的話是有點困難 因為你要拆牆壁 你又不可能只拉一點點的軍隊 這張地圖其實封牆壁在左右兩億是非常划算的事情 蒙古也只能衝正面 如果你分太多軍隊在左右兩億 那英格蘭很可能正面就突破 那你正面只要失守的話 你也可能就直接輸掉了 那蒙古這時候也是跟你說我也上到第四時代 火炮也給你拉下去了 火炮也在建造當中 而且蒙古這邊是要直接轉火槍兵 英格蘭的話 溫加德軍隊 選擇的是溫加德宮殿 可以用非常便宜的成本製造出一個軍隊出來 雖然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但只要造出來都蠻划算的 而且第一個溫加德軍隊是有包含巨頭的 這真的是真的是太超值了 右邊這裡 蒙古依然是往前做了一波小推進 這邊也一樣 派了一點小部隊燒牆壁 看能不能正面做推進防守的時候 左右兩邊還有一些小的騷擾部隊去干擾 英格蘭家中的發展 不然這個再打下去其實很少人 蒙古到後期會 蒙古到城堡時代前中期會有一個爆八期 然後後期的話 其實打起來會比較偏辛苦 因為他經濟會慢慢的被其他文明很快追過 這邊就是開始可以看到 英格蘭的經濟能力上來之後 這個攻甲步兵是不怕死的往上送 現在縱使蒙古是補上大量的哨戰 他也得花那個石頭去升他的砲台 你看這個吧 英格蘭的 攻甲步兵衝進來之後就硬點蒙古的投石車 完全不管努兵 因為蒙古現在努兵還沒有升上去 已經全部都在拉加農套台了 不過這些村民真的是舍命在建造 英格蘭前面的攻勢是非常的猛烈 兩邊的人口的話 英格蘭這邊也是滿人口在砲兵打的 然後這邊一樣 你看蒙古這裡 太少量的部隊要燒 有沒有那麼容易 沒有那麼容易 即便他是木槍 更別說有人會在兩邊去升 10強之後你有多難去做進攻 而且正面 英格蘭的經濟能力已經上來了 這部隊根本沒有停過 你看這個 下面建築鑄製 建造鑄裂 這英格蘭的軍隊有多少 軍隊價值來到一萬分 而且已經殺掉了蒙古大量的村民 這邊是直接反抄了 反抄蒙古的村民 那蒙古這裡全線都被往回推 右邊這裡是終於繞得進來拉 確實這個戰術是奏效的 不過花的時間有點久 這邊還是殺掉了英格蘭一些村民 在這邊的大型箭塔是沒有來得及造起來 但也只剩下這幾隻 金馬的正面 英格蘭軍隊依然是200人口 在往前送的 蒙古目前掉到110幾個人口而已 白色浮屠佛塔是蒙古這邊選擇第四時代的地條 等於是可以當敖寶使用 不用食料 就可以直接產生石頭 還不錯 就不斷在遠遠不絕提供他的影響力 然後確保這個 這種 建築都可以用 不要蓋在那個敖寶旁邊拉 就可以去升級 新科技也好 人口數差太多了 蒙古這邊看起來有點危險 中路這邊再推回去之後 完全守不進來 完全守不下 英格蘭這個配重投資車還有16點射程 而且前方非常多的弩兵混合常攻兵 加上 缺長槍就轉長槍 需要裝甲就用裝甲 這裡 壓這個蒙古 右邊的騷擾部隊看起來也已經被趕跑了 英格蘭也是拉了一些精銳長槍過來這邊防守 那注意一下喔 扭力弩炮 射程最遠的是哪一個文明 其實是蒙古 蒙古這邊已經13點射程 羅斯是12.5元 所以其實射程最遠的弩炮是蒙古 因為他用敖寶 在那個 好像是工程所吧 工程所裡面那個 弩炮的科技 你用那個石料去升級的話 他是額外加一點射程 所以 13點的弩炮射程是蒙古是最有 所以他的弩炮其實蠻強的 只是現在軍隊 蒙古 全線的哨戰是已經被英格蘭全部拆掉了 這下是有點麻煩 他的 經濟收益看一下 應該是 英格蘭這邊經濟收益應該也是比較好的 而且聲明數也確實比較多 主要是蒙古這邊 軍隊 現在是在用火槍兵為主 部隊數量比較偏少 雖然軍隊價值看起來是差不多 但因為英格蘭有源源不絕的軍事單位往前補上 英格蘭這邊是用數量較多的 雜兵在跟蒙古做交換 而且同時還有一些小單位在右邊 是騷擾蒙古的經濟採集 然後這樣地圖打到這個時間點的話 左右兩邊的黃金礦是一定兵家必爭之地 像這種黃金礦賣 八千大礦 八千黃金大礦 你派一點單位過來通常在這個時間點是肯定能抓到的 你不太可能在這個時間點還不去左右兩邊採黃金 通常都會派你看 應該這邊的黃金都已經踩乾了 蒙古到後期比較乏力的就這裡了 沒有城牆的關係 所以 你要進攻蒙古就比較容易 為什麼大家會說蒙古不適合打後期 不是因為他後期單位很弱 是他後期防守能力比較差進 你就只能一直進攻 然後拖延對手推進 然後趕快把對手節奏打亂 可是蒙古在 在玩的時候一個比較需要 半道的事情 但是居然直接往前推進了 蒙古在前面 軍隊的感覺雖然不多 不過也蠻精銳的 那居然後續的部隊也是不斷的往前送 所以投資車也是直接開閘 對手的工程單位 我們之前也有看過 不過剛剛講過的 蒙古的母炮射程非常之遠 十三點的射程 打這個對方投資車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時候又使出了 蒙古裝甲護兵的舍命攻擊 硬點蒙古的前線軍事單位 現在已經是來到了一萬分 現在蒙古感受到非常的痛苦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讓他截略 他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擋住正面做反推 但是每次的進攻都要面對英格蘭的大型箭塔 還有一堆防守部隊 雜兵 這蒙古被消耗的數量是非常之厲害 你看現在兩邊的殺傷價值阿 蒙古這邊殺了四萬四千的價值 其實英格蘭也差不多 你說有差到很多嗎 其實兩邊殺掉的單位是差不多的 但 英格蘭這裡的經濟就是好很多 你看他食物還剩多少 呵呵 你看他食物還剩多少 你看你看那個 蒙古還剩多少 就整體資源採集 現在這個時間點 英格蘭已經是大幅度的領先 看下英格蘭有沒有拉那個全地 全地拉了嘛對不對 所以他還可以 邊採農田邊生黃金 他的黃金是有農田的 他農田是有黃金的 蒙古這邊決定用火槍兵當他的輸出手段 但這個火槍兵真的是蠻貴的 沒記錯一百二一百二吧 兩百四十的總量 總量資源消耗其實是蠻貴的 就算哨戰可以防守啦 但你說三個哨戰 能打多少雜兵 這雜兵就完全是不怕你的這個哨戰攻擊 反正我目的也不是真的要把你打死 我就來騷擾你的資源採集 我右邊騷擾 我看你拉那麼多部隊過來 我英格蘭正面就可以再做進攻 那蒙古就疲於奔命 因為他軍隊數量上不去 英格蘭滿滿兩百人口 一直用垃圾兵去搞你 然後你又沒辦法用牆壁把這邊封起來 你必須就得分單位 你不可能在這邊造滿所有加農炮的哨戰 因為那個影響力消耗非常的大 你還得留點石頭做點別的事情 當然因為現在蒙古選擇的是白色糊塗塔 那他的石頭確實還是可以撐一下 就是不要太過於消耗 他的哨戰還是可以不斷升級成加農炮 但總歸對手只要繞了一些裝甲步兵過去 你不防守也其實很難生存 蒙古正面的部隊以起手再加裝甲步兵還是什麼 其實裝甲步兵啊 其實什麼都有 應該還是以火槍為主 然後混起手當前線做墊 用起手當肉盾 然後用火槍做為主力輸出 因為現在 英格蘭組合還蠻 還蠻被這個組合給克制的 只是說 現在 英格蘭的經濟能力實在是大好 所以現在要消耗掉英格蘭大量的軍隊 看起來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而且聖地 也沒有辦法踩住 左右兩邊的聖地也被英格蘭搬回來了 甚至這邊還有一些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在這邊騷擾人 蒙古現在要等到最後最後最後的最後 把東西都升級起來 裝甲護甲科技升好之後 要打最後這一波了 這波只要沒擋住就不行了 分數兩邊其實非常相近 而且蒙古摧毀掉的價值其實比較高的 蒙古摧毀掉對方五萬一千分的價值 英格蘭其實只有四萬八千 軍隊價值 蒙古這邊也是有 比較高的軍隊價值分數 火槍兵的速度能力還是非常可以 但是英格蘭的軍隊在後方是不斷的往前補上 甚至還有大型箭塔卡在中間 蒙古這邊缺少了 投石車 巨頭的攻擊的話這個大型箭塔應該難以突破 而且左邊這裡慢慢的 英格蘭正在突破左路的防線 金瑞裝甲部隊有可能會從左路進攻 蒙古的所剩時間不多的 趕緊做前方的禁壓 但是英格蘭的大型箭塔卡在這邊 沒有牽引式投石車的 這波進攻其實是非常的虧 這應患好像有點難 英格蘭現在依然是200人口沒有停過 我會看一下英格蘭的那個部隊的箭道鑄裂 你看下面這邊 死一個就補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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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蒙古前面要被消耗殆盡了 蒙古這邊殺傷價值還是比較多 但真的 英格蘭的經濟太好了 再來就是這個大型箭塔 這邊還有火炮在拆啦 可是有村民在後面維修阿 而且你看頂著大型箭塔這邊 城坡網路都已經50%的攻速加成了 你怎麼打的過英格蘭 英格蘭在這個時候告訴你 我是防守全能的 根本不可能從這邊進攻 你看這蒙古 這一波進攻根本就得不到任何不利 這波沒衝下來 應該就去了 前面已經完全崩掉了 火炮也沒辦法拆掉這個大型箭塔 而且英格蘭現在還是200人 蒙古已經是直接降下來了 蒙古這邊已經跟不上他前線的軍事損失 家裡軍事建築也不少了 但就消耗的速度還是太快了 黃金單位死光 英格蘭這邊軍隊的殺傷價值也來到了67000分 其實從頭到尾 蒙古這邊表現其實都不差 但無奈就是英格蘭後期的經濟能力真的 太好了 一直往前推 然後蒙古這邊要推對方的大型箭塔 也是花了很多時間 這推不過去阿 你不可能放著大型箭塔直接往前衝 家裡直接被壓進來了 蒙古真的差不多時間了 連自己的 家裡的那個採羊的地方都已經被 被英格蘭衝進來了 大概已經 大勢已去 蒙古沒辦法從頭到尾都沒辦法做兩億的進攻 只能一直被卡在中間 蒙古的無奈之處 結束這場比賽 好啦 那看到這邊記得不要忘記給 四代比賽影片一個喜歡 支持我繼續做四代的對戰影片 那後面還是會持續跟各位帶來 四代的對戰 這場比賽蒙古 我覺得 利諾克程度 我覺得也不用多講了 那當然對手也是一個很強的 很強的玩家 我們都不用說 但沒辦法 這張地圖真的對蒙古不是太友善 而且 後期英格蘭這個打一個主經濟 主經濟的一個戰術 那蒙古也 有做騷擾 可是 前線進攻就 推還是很難推進去嗎 就阿爾泰真的不好進攻 防守 打法還是比較主力主流一點 左右兩路 蒙古又要去擋 然後前線又要做進攻 你英格蘭說你 真的是只要 顧好中路就好了 蒙古要顧三路 非常的困難 所以這樣被消耗下 即便蒙古 打的軍隊價值比較高 可是疲於奔命 所以軍隊的實力其實有點難聚集 應該就慢慢的推慢慢推 利用經濟去消耗 最終蒙古還是擋不住這個進攻 也只能投降了 好啦那 那這就是今天這樣比賽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 英格蘭 果然是 從 一開始到現在都是一個 非常不錯的文明 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比賽就一樣 跟各位帶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的 是一個對戰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